那今天我們來這裡告訴大家一些消息 是關於護術議題 最近從遠雄 最近從去年的江崔護術 以及今年的遠雄大巨斷護術事件以來 議題以來 就護術事件越來越引起 許多的市民 許多的人民的關注 那也因為如此 近來在新北市的三支 巴黎淡水這幾個區域的護術議題 的一些砍術虐術的事件 也引起市民的關注 也因此 我們這些團體也陸陸續續接到了 許多市民的陳情以及檢舉 來告訴我們說 在他們的家鄉 在北海岸 在新北市 他們的身邊 就有這些事情 這些虐術的事件 正在不斷的發生 而這些虐術事件中 也包括說 巴黎的一個中廣公司的一個 中廣公司的一個空地 那個空地發生了 即將發生了 砍術以及移塑的事件 而當地市民不斷告訴我們說 他很擔心說 他自己家隔壁的 好不容易存在的一塊綠地 就這樣消失 那此外呢 也包括淡水老街河岸 淡水老街河岸 原本有一排的苦電樹 那也是店家發現到說 他自己店旁邊的苦電樹 就這樣突然在一夜之間 就這樣消失不見 而他也感到很氣憤 此外呢 淡水海關碼頭 是一個正在整治的古蹟工程 而後來我們發現到說 當工程開始之後呢 原本工程園區內的一些樹木 就這樣因此而不見了 被移走了消失了 而此外呢 在丹海新市鎮那邊的 一塊空地 一塊工油地 也發生了 政府官員因為不希望樹長大 而就自己跑到那塊地裡面去 先把小樹砍掉 而卻不知道說 這麼做其實他已經違法了 另外呢 還有三支地區 三支包括了 三支的兒二公園 以及兒三公園 以及李登輝故居 都發生了非常非常可怕的 過度射減事件 以至於說原本很茂盛的樹 只有只剩下光突突的樹幹 我們今天為什麼會來到這裡 其實都是有民眾檢舉陳情 像我們表達 他們周遭生活環境樹木 被破壞他們的痛心 所以每一個案子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後面的這些板子 一個板子是一個板子 每一個案子 都是因為市民關心他的環境 希望能夠得到重視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站出來 所以在個別的談個案之前 要先清楚的 對市政府說一件事情 這些不只是樹 這些是新北市市民 生活很重要的資源 也是新北市市民 心裡面非常關心的東西 這些除了是樹之外 也代表的是新北市市民 要有好生活的一個重要的寶貴的物品 所以新北市政府如果這樣放縱它底下的區公所 甚至默示營建署對樹的虐待 它不但是不在乎不尊重樹的生命 它更是把新北市市民的生活當作不重要 更是把整個新北市的居住環境當作不重要 所以在這裡 在開始講每一個個案之前 我們要非常沉重的提出 這些事情當作一回事 因為每一棵樹木背後 都是許許多多的居民 對自己生活環境的在乎 對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的生活 是不是可以過得好的一個期待 這些除了尊重生命之外 更大的意義是市政府必須聽到市民的聲音 如果已經有這麼多的市民站出來 表達他們的關注 而市政府依舊不願意去面對的話 那麼市政府不只是跟樹木為敵 它也是跟市民為敵 所以在這裡呼籲一個 與市民為敵 又與樹木為敵的市政府 趕快趕快更正本來的做法 趕快把事情做好 我們先來喊我們今天的口號 好 領數事件 市府面對 任意砍數 立即採除 虐數事件 市府面對 任意砍數 立即採除 呼籲市政府立刻要來對這些虐數的砍數的 修數過當的這些事件 對於該懲處的該處理的 趕快來處理 任意砍數 立即採除 跟我們說 不是我們任何人只是空想的 是每一棵樹的後面都是一群市民的關係 希望依法處理四個字 是真的會去做事 那我們謝謝各位長官 警官處處長 謝謝 我們剛才大家有聽到警官處處長 有告訴我們說他們會依法來處理 那我們再一次表達對市政府的期待 但是也必須很嚴正的說 過去新北市在互數這件事情上 目前還沒有看到任何的成績 我們希望真的能夠做到 好的 實際上 謝謝 請